大家好,本集要來介紹的是 飛樂所製造的安全帽式的行車記錄器 多合一 M3獵殺 那為什麼會想要介紹這個產品呢? 因為由於在今年的4月的時候有買一台重機 就紅牌的 那在一個我行我素的道路修羅場的台灣 真心 由於真的非常真心說的 什麼防禦駕駛啊 那都是運氣運氣啊 這三寶想要橫著纏倒你喔 除非你的摩托車是領導車直接給他從他頭上騎過去 或是飛過去 不然 真的 大家一定都要準備所謂的行車記錄器 不然真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根本大家都隨便講 而且台灣又是那種 越是犯錯的都是先出來給你大小聲 先去胡爛啊 講講講講講 最後被行車記錄器或是監視器拍到說 他根本就是他做錯了 他才承認 齁 不然真的是好人都是很吃虧的 那時候我們也有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是要裝那個車上的行車記錄器 可是後來我之前有有在新聞看到 就是有些人會出來打架或是怎樣 那如果說今天是前後都沒問題 如果說今天是他從旁邊來打你 或是怎麼樣 你根本就沒拍到 那根本就沒戲唱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在看所謂的安全貌似的行車記錄器 不看則以一看都覺得煩惱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部分除了行車記錄器 你可能還會想要接聽電話跟聽音樂的部分 那也就是變成說 又有一個行車記錄器又要聽音樂 這樣子 哇整個安全帽都是東西 那當然啊 今天如果你騎一般蘇克達的市區速度不快 那倒是還好 那如果說像我們可以騎快速道路啊 哇那騎西兵啊 其實豐滿大事 哇那個東西這樣子 這樣不行 所以後來 運氣很好就是 當時候呢 他就剛出了這個M3 那其實還蠻小的跟 魷魚的手掌一樣大 在小蠻多的 那 他 會買他也是深的試試試看啊 那我其實用了這半年呢 我也用出了一些心得 然後可以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他的優點 就是呢 他入手真的非常的評價親民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候這種多合一的行車記錄器 呃 有一個國外的牌子 那他都要破萬 喔真的 你看那個安全帽也破萬 行車記錄也破萬 那真的是成本很重啦 所以呢 這個是他的一半的價錢 大概五六千塊 那就可以入手 所以第一他真的是還蠻親民的 但也不會因為他便宜 所以他就不好用 那 其實他連線速度很快 就是其實如果你有連過的話 手機只要他開機按完以後 然後他馬上就可以去做連線 那連線的品質也蠻好的 就是說在聽音樂啊 聽那個車速啊 或者是電話進線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連線的品質都OK 那像有時候下雨天 那連線都不會有什麼斷線啊 或是不紋的狀況 那有時候他有大小聲 我猜那應該是手機個人問題 跟他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蓄電力的能力 真的還是蠻強的 他基本上真的是可以錄到六七個小時 有一次去環島的時候 真的錄六七個小時沒問題 那如果你要再更長 那就是就是要插線這樣子 就跟Chubbies一樣 就是要把它插上去這樣 是蠻好笑的啦 但是也是可以支援邊錄邊衝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他檔案其實也不是很大 所以真的是真的 通盤下來是真的還不錯啦 畫質也OK 尤其是在夜間的時候呢 他的軟件的設定其實OK 就畢竟運動相機 他晚上在對光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的厲害 但是其實我從後台下去看 都還是可以大概看得出 他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他的APP也有提供 就是直接手機可以去做 預覽的部分 那這些都是他還蠻棒的地方 那當然有棒的地方 當然也有需要他改進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他的缺點 那缺點就是 畢竟那個破萬元的 他有混音的功能 那這個沒有混音 那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你可能在排 他就真的就是行車紀錄器 那如果你今天可能 你想要把你騎摩托車的路徑 給他排下去的時候呢 你看到風情很美啊 或是怎麼樣 他沒辦法去做混音 就變成就是一個影像 然後配個別情音樂的素材 這是第一 那第二呢 就是說他 我不知道到底是這個品質的問題 軟體的問題 還是我個人品德的問題 超手不好這樣 就是他的記憶卡的部分 雖然他沒有什麼挑卡的部分 可是他好像不太能久錄 因為有幾次就是我可能騎得比較遠 那騎得比較遠 他可能就錄影一直錄一直錄 錄到最後呢 可能六七個小時以後呢 他就會呈現一個叫做 內存卡異產 然後錄影就卡掉 那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跟記憶卡是不相容 那趙正還說應該是不會錄 那我中間還是有去測試他繼續錄 那他就是每一分鐘他就會卡掉 但是記憶卡裡面真的有那一分鐘的影像 那後來我就是再換了一張卡片 錄沒多久 一樣又再發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如果也有遇到相關的 拜託在下面留言讓魷魚知道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張卡片是真的很棒啊 讀寫的速度也都蠻快 後來就拿去插我的Switch 然後就拿一張卡片 那我印象來說大概過個三到五天 後來呢他又正常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就不太懂 然後再來是他有一個 他設計上有一個障礙 就是說你看看這邊 他的那個所謂的那個 Micro的那個 充電的孔 他不知道是怎樣 是因為怕防水嗎 他挖得太小了 挖得這麼小的尷尬的地方 就是你只能用這種 就是那種扁口的 才可以插 如果是你一般大概有八九成的 都是比較肥的 完全插不進去 真的不行 你就是特別留一條線 拿來插他 對 這我也不懂 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設計 對 就其實挖搭一點也應該不會 淹水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騎摩托車都會 跟大家一起連線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跟其他牌子 我按照說明書跟網路上的影片教學 都一樣的操作 就是連不上 我連到火大 就直接打LINE 對 那因為可能 我的朋友也沒有 當時候沒有那麼多人用這個牌子 所以我跟 我相信應該同款式應該連線是很快 但是他跟別的款式就是 連的有障礙 到底是他障礙還是我障礙 不懂 好 那最後總結來說 其實個人由於來介紹來說 這個CP值是真的還不錯 就是在 不管是一般的行車記錄器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想拍一些素材 這樣的價錢 其實我覺得很有誠意 因為這樣價錢連線品質首要 連線品質如果不好 再多功能都是垃圾 那再來是 但是 攝影的過程中 我覺得畫質都沒問題 那我後來也是 片尾我會放一些 就是不同時段 不同天氣狀況的 大概每一個片段 大概15秒到20秒 讓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晴天 傍晚 然後在陰天 晚上 或者是下大雨 的部分 的畫質是怎樣 那大家可以去斟酌 但是 我 由於還是覺得 這真的是 很值得推薦 在一個 我行我素三寶 非常多的 台灣 每個人真的都需要 買一台回去來 安裝 在自己安全帽上面 啊對了 忘記補充了 其實 可能我們就是 風比較大時 其實這個 裝上去 也 噪音值也 沒有很大啦 那就是 就會變成這樣子 畫面不漂亮 但是 呃 站在安全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 還是可以犧牲一點點 嗯 那今天M3 安全帽行車記錄器 就寄到這裡 希望大家用的 絕對不錯 或者有任何的想法 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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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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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